我們按一下功能按鍵 我們可以來調整一下我們的Green跟Magenta的色偏調整 按一下功能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一下我們的Green跟Magenta的調整 按一下設定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一下我們的Green跟Magenta的調整 它是正負實來做調整的 就給大家一個最基本調整空間 但是我不太知道它的單位是什麼 就是正負實,理論上是會有一個單位的 但是這個正負實其實調整 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一下我們的正負實的 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一下我們的Green跟Magenta的色偏調整 那它的單位是正負 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一下 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一下我們的Green跟Magenta的調整 但是這一支燈棒上面的Green跟Magenta 看起來 是一個微乎其微的調整 就是功能在那邊 但是 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 那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 Green跟Magenta的調整 那它的正負 那它是正負實 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 那它的 按一下 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 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 那它的綠色跟洋紅色偏調整 它是以正負實來做調整 但是我看不太出來 那他的綠色跟陽紅調整是用正負石來做調整的 但是我其實 那他的綠色跟陽紅調整是用正負石來做大概的 那他的綠色跟陽紅是用 那他的綠色跟陽紅是用正負石來做調整的 但是我覺得 看起來就是一點點的調整而已 那他的 那按一下色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我們的綠色跟陽紅的色偏 但是他的綠色跟陽紅色偏調整我覺得 稍微有一點太弱了一點點 就有時候燈可能真的很綠 那這個燈可能就 沒有辦法到非常非常的綠 按一下設定 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我們的綠色跟陽紅色偏調整 這樣就可以讓你更容易 這樣就可以讓你更容易的 這樣就可以讓你更容易的混合現場光源來做拍攝 這樣就可以更容易讓你混合 這樣就可以更容易讓你混合現場光源來做拍攝 那在CCT模式我們呢 那CCT模式 那CCT模式呢 在CCT模式我們的亮度是一檔 是從零開始可以一趴一趴慢慢的增加上去 那在CCT模式我們的亮度是可以從零開始 一趴一趴慢慢的增加上去 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燈可能一開始起跳就是15% 讓你在 非常微弱光線的時候 也可以輕鬆的做拍攝 那在CCT模式的亮度調整 我們可以從零趴開始 一趴一趴慢慢的增加上去 讓你不 那在CCT模式我們的亮度調整可以一趴一趴慢慢的增加上去 在CCT模式我們的亮度可以從零開始 一趴一趴慢慢的增加上去 而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燈 可能一開始就是15% 非常非常的亮 那這一支燈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你在拍攝微距呀 非常靠近拍攝物體的時候 也可以做輕鬆的拍攝 那在CCT模式我們可以 在CCT模式我們的亮度可以從零開始 一趴一趴慢慢的增加上去 就不會像是有一些 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 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它可能一起跳就是15%甚至20% 所以你在微距拍攝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過亮的問題 那這一支燈棒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它可以一趴一趴慢慢增加上去 你在近距離 非常微距的拍攝 也可以輕鬆的完成 讓我們按一下 那我們切換到 那我們來到下一個特效 就是我們燈泡故障的特效 那我們來到下一個特效 就是我們燈泡故障的特效 那我們有ABCDE ABCDE 那我們來到下一個特效 就是我們 那我們 那我們來到我們燈泡故障的特效 那就是 那我們來到燈泡故障的特效 那它有ABCDE 四種選項 那現在是A的部分 燈泡故障 那我們接下來來到燈泡故障的特效 那我們 那我們接下來來到燈泡故障的特效 那我們接下來來到燈泡故障的特效 那我們有ABCDE 四種選項 那我們接下來來到燈泡故障的特效 那我們現在是在A 那我們接下來來到燈泡故障的特效 那我們有ABCDE 各種選項可以讓你選擇 那目前是在A選項 是這樣子 閃閃 有點像是 燈 那接下來來到我們燈泡故障特效 那我們現在是 接著我們來到我們燈泡故障特效 那我們現在有 那接下來我們來到燈泡故障特效 那我們有ABCD四種選項可以選擇 不同的效果 那現在是A 看起來就是 燈泡故障特效 就是閃閃 有時候閃快有時候閃慢 那我們來看看B B的部分就是漸變 慢慢的變量 What the heck 太慢了 那接著我們來到燈泡故障特效 那我們有ABCD四種不同的效果可以讓你選擇 那A現在是在A模式 就是 自動的讓你 B 那接著我們來到燈泡故障的模式 那它有四種模式 那現在我們 那我們來到燈泡故障的效果 那我們有四種效果可以讓你選擇 現在是A效果 那A效果看起來就是 一下快一下慢的 燈泡故障 那我們來看看 B會長怎麼樣 我的B就是 漸漸 慢慢變亮再慢慢變暗 緩慢的 調整 那我們的C呢 是有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燈泡故障特效 那它有四種不同的選擇可以讓你選擇 目前是A A就是 正常的故障燈泡特效 就是一下閃快一下閃慢 那我們來看看B特效 B特效就是慢慢漸變 一下變亮 一下變暗 那我們的C呢 是黃色色溫的 一下變亮 一下變暗 那我們來到了燈泡故障 那我們來到了 那我們來到了燈泡故障特效 那我們有四種選項 A B C D 可以讓你 細微調整 可以讓你選擇 那接著我們來到了燈泡故障特效 那我們有四種的調整可以讓你選擇 A B C 那目前 那接著我們來到了燈泡故障特效 那我們現在在A模式 那我們來到了燈泡故障特效 那我們有A B C D四種細微調整可以讓你調整 那現在是A模式 A就是 一下閃快一下閃慢 就是正常的燈泡故障特效 接下來就是B B是白光的 慢慢變亮 慢慢變暗 C 就是黃光的 慢慢變亮 慢慢變暗 那D呢 就是 白黃 白光跟黃光交替 慢慢變亮 慢慢變亮 那你只要在按下設定按鍵 你就可以來調整它 那你只要 那你只要按下設定按鍵 那你只要按下設定按鍵 就可以來調整一下我們的燈 那你只要按下設定按鍵 就可以來調整所有東西的 那你只要按下 那你只要按一下設定按鍵 就可以來調整我們的特效的速度 像是我現在覺得95%看起來有點太快了 我可以把它降到80%之類的 讓它稍微慢一點點 好來囉 來到我們下一個特效 就是色彩輪迴的特效 第一個 接著我們來到色彩輪迴特效 我們有ABCD各種選項 可以讓你選擇 那現在是在A A看起來就是 各種 顏色交替切換 那我們的B呢 就是紅光的閃爍 慢慢變亮慢慢變暗 C呢是綠光慢慢變亮慢慢變暗 D呢是藍光慢慢變亮慢慢變暗 那E呢 喔這個就比較酷炫 那下一個我們來到了色彩輪迴模式 下一個我們來到了色彩輪迴的特效 那我們現在有 接著我們來到色彩輪迴的特效 那我們ABCDE各種不同的選項可以讓你選擇 那我們現在是在A模式 接著我們來到色彩輪迴的特效 那我們ABCDE各種選項可以讓你選擇 我們現在目前是在A A就是各種顏色 輪流交替 那我們的B呢 是紅光慢慢變亮慢慢變暗 C是綠光慢慢變亮慢慢變暗 D就是藍光慢慢變亮慢慢變暗 那E呢 我們的顏色是用跳的 跟我們的A 其實是有一點差別的 A是慢慢的 切換到另外一個顏色 那我們的E是 全部用跳的 直接跳下一個顏色 有點不太一樣 那一樣我們如果覺得速度太快 我們可以按一下設定按鍵 我們就可以來調整一下我們的速度 讓它變慢之類的 那下一個就是我們的景燈特效 那下一個就是我們的景燈特效 那我們有ABCDEF各種不同的調整 可以讓你來調整 那我們現在是在A的模式 那下一個我們就來了 那下一個我們來到景燈特效 那我們有ABCDEF各種不同的調整 可以讓你來調整 那我們現在目前是在A A看起來就是紅藍交替閃爍 那我們的B呢 是紅綠交替閃爍 那我們的C呢 是綠藍交替閃爍 D是 紅色 紅色 那下一個來到 那下一個來到景燈特效 那我們有ABCDEF 接著我們來到景燈特效 那我們有ABCDEF各種模式 我們有ABCDEF各種調整 可以讓你詳細 那接著我們來到景燈特效 我們有ABCDEF各種不同的調整 可以讓你來選擇 那接著我們來到景燈特效 那我們目前是在A A就是紅藍交替的景燈 那我們的B呢 是紅綠交替的景燈 那我們的C呢 神奇 那我們的C呢 是綠藍交替 那我們的D呢 單純的紅色閃爍 那我們的E呢 綠色閃爍 那我們的F就是藍燈閃爍 就是這樣 那一樣 我們如果想要讓速度變快或變慢 按一下設定按鍵 我們就可以來調整我們的速度 這就是一件事 跟您的速度變快或是 超級的 個級的 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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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HSI模式 接下来我们来到HSI模式色相、饱和度跟明度的部分 接着我们来到HSI模式色相、饱和度跟明度的调整 那接着我们来到HSI模式就是色相、饱和度跟明度的调整 那接着我们来到HSI模式 就是色相、饱和度、明度的部分 那接着我们就来到HSI模式色相、饱和度跟明度的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切换各种不同的颜色 那你想要让颜色变饱和你一样按设定按键 我们可以让颜色变得非常非常的饱和 或者是非常非常的不饱和 就几乎是白光的部分 那你如果把 那你如果把饱和度整个降到最低的时候 它会呈现一个6200K比较蓝的白光的部分 那你如果把 那你如果把饱和度 如果你把饱和度一路降低降到0的话 那你如果在 那你如果在HSI模式 你如果在HSI模式里面 如果 你如果在HSI模式里面一直把饱和度降低降到0的话 你的色温就会呈现 你会呈现一个 你在HSI模式里面 你把色温 你在HSI模式里面 你把饱和度降到0的话 你会呈现一个6200K的白光 那我们在HSI模式如果 我们在HSI模式里面 如果你一直把饱和度降低降到0的话 它会呈现那个色温模式的6200K白光的部分 2200K的3200K的321 4200K的3200K的3200D 5200k的3200K做5200K的3200K份 两次解冠 1,2,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